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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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机师都在帮我 伊林的除物探保养 跟人看他刚发现了一个最新进展 最新的 驾回来 好大一块这边 伊林的电子游玩 油门线 控制讯号 好好好 他已经开始分断了 啊这个主要影响什么 就是你在补油不顺 对会卡油门 哦 啊其他的部分你还有发 有没有新发现 也就是积碳 都还可以 啊是哦 哦 OKOK 3Q 好 这样的最新进展 像09现在也是电子油门 他就是没有传统的油门线 没有钢锁 但是 他里面还刚我刚发现还是有一条 他记上说是 感应油门的 还是需要一条就是做感应 油门 就算你是电子油门 他还是有一条感应用的 我看那条他也是 没有在接到底在哪 没有接到哪边 他后面就是一个尾段 一个尾段 就没有接任何东西了 他是感应讯号 感应你那个开度吧 应该是 那条 他们发现已经有 毕竟也很久了 从2017年至今 就看起来有几根 好几根都已经 开始有断裂这样 传统油门线 如果是钢这样的话 那个 有那个断裂这样 你不一定要马上换掉 你这样的话 断掉就直接不能动了 你传统油门线就是这样 钢锁拉的 你断掉就没动力啊 你完全没有动力可以补了 这好像也是电子油门的好处 应该这样讲 就是他那条是只是一个 去感应的 他没有连接任何的机械结构 就感应了 他 稍微这样断掉 他就说会稍微影响到讯号判断 我会影响到讯号判断 反正这个 那个也是能换就换掉 如果有的话就换掉 但是这个 就是很特殊的 电子油门的 油门那个油门感应线 今天主要就是 为什么今天宣载做 积碳除碳保养 最早可以推估到 一年多前了吧 那时候开始 MT10骑着骑着 最早的迹象是 开始会有引擎灯号 引擎灯号的时候 每次那个亮起 引擎故障灯亮都是 说海洋感知啊 哪边的阀门问题什么的 都那几个部分 然后我就来新生人 先换 那个海洋感知器 换过了 两条 从下面拉到排气管那边 两条是一边各 五千多块吧 我是好像换 换这边一条了 对 后来就 正常了 有一阵子真的都 故障真的没了样 但是 后来 突然又亮了 然后伴随着 发动以后 吹油门 会有点重拖 就是车子会 拖拖卡卡卡卡卡 研修背这样 拖拖拖拖拖拖 然后突然到了三千四千转 又爆发 扭力又爆出来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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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起步这样 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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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 然后在怠速的时候伴随着 你会听到一个 反正就很像那种 鸡炭敲钢那种声音 就是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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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声音 然后你就边看转速 一怠速速 或是110都維持在1000轉左右 他就這樣動動動 會多一點 就是那個轉速會多一點點 伴隨那個異音 伴隨加速這個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都先想到先 應該是火星塞有問題 火星塞點我異常啊什麼的 變成所以我之前才拍 MT-0 4缸的十字曲軸 剩下3缸的時候變09 變CP3 剩下2缸點火變CP2 07 都拍給你們看了 他說那陣子是換掉就正常了 但是 後來不知道又過一段時間 4顆火星塞點換了以後 又開始亮故障燈了 又開始很亮 然後又開始有伴隨這些問題 然後 後來找到另外一個問題 那個是解決了 就很久都沒出現 就是 高壓線圈 烤耳那個 烤耳的部分 應該是2000出頭吧 反正 那個換完以後 就真的完全 好一陣子都沒來出現的問題 低轉拖 然後怠速抖動 那種敲鋼聲音 那些都沒了 事到最近 因為我畢竟 一 一陣子沒有加黃線油巾 二 一陣子沒有上西濱拉轉 常在四區還是三區都走走停停 很少在拉到高轉速率去 維持在高轉速率去慶一下 不管是汽車還是機車 反正只要代步工具 一段時間都要去 除了你要來做除炭這些 加油巾還是除炭保養 你還要上一下快速公路 有時候還是一定要拉燒 不是因為要炒要炸要爽 不是 是要清你車的雞炭 清車子的雞炭 像 MT10壓縮比是12 我沒記錯 有錯的車我會更正 現在壓縮比超過10以上 大部分都是推薦你加98 好像上面三台 MT03 0709 03 07是92 MT09 09已經到壓縮比11點多了 所以它也是要加98 推薦加98 因為圈載油證就是油價上升就加95 然後油價掉下來就加98 就這樣9598這樣爆震混來混去的 可能這個也是一部分的原因 最重要是你不要加抑震的太差的那種 比如說你加98 結果你還加92去 這樣差太多了 你如果常這樣的話 你可能引擎會加速摩耗 趨軸也會加速變形 都有機會 你又不知道 你又在 你已經在 裡面在暴震了 暴震階段 你還給它全油門下去 哇 很早 早晚引擎就要掛了 大修 反正就這樣 引擎總總也都換了 後來都紅線 SY1也有加 火星塞 高壓線圈都換了 烤耳換了 欸 最近突然間 怎麼上禮拜有 不知道是因為添加一罐那個 從來沒加過的油金 它也有95、98也有稍微混動 有混動 反正 就這兩天大約下班的時候突然 一發動就開始感覺啊 又來 那個問題又來 原本 十曲軸 正常它就是特色嘛 十曲軸跟B4一樣 在停等紅燈還是發動的時候 就是 咚咚咚咚咚咚咚 就咚咚咚咚咚 那個咚咚聲 就是鼓動感 B4跟十字的特色 結果突然間又落拍了 本來應該集中的咚咚咚咚咚咚咚 然後就咚咚咚咚 又一聲就咚 就跳了 又落拍了 那個就是 那時候想到的 可能又是卡的問題 回來新生YS檢查 然後路上也是一樣 補油 就開始有凸 開始咚咚咚咚咚 重脫的感覺 然後突然就又補充 然後怠速就是咚咚咚咚咚咚 會有那個咚咚 那個敲鋼聲就對了 那些聲音 轉速不穩 低轉速不穩 怠速不穩 真心小心 整個 解釋 那些聲音 呃 全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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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SMS方案 字幕by索兰娅 顧兰娅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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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兰娅 顶兰娅 字幕by索兰娅 我们的10 字幕by索兰娅 顶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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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by索兰娅 顶兰娅 字幕by索兰娅 顶兰娅